去南投榮鳳腹部的天空步道呢 最近好夯喔 每天都至少上千人来造访 有现场牌有网路预约的 但是呢却出现了这样子的情况 很多现场排队的散客 在烈日下必须要等三个小时 就出现了气到跟工作人员对骂的情况 你为啥啦 饱了你敢说 我不是饱了 我让我让我让你 走啊 是你不想让我让你走啊 一边是网路预约的团客 一边是现场排队的散客 因为上车的顺序爆发口角冲突 就连工作人员出来当和事佬 麦克风都被抢走 我去麦克风店了三个小时了 请问一下什么叫预约 因为就是网路上很久之前就排队 我们也是网路上了两个月了 怎么安排都被骂 工作人员最后按捺不住情绪大声回击 很强不强啊很强 我现在谢彩云麻烦你们上网去投诉 如果有那么一件麻烦你们谢谢 我叫谢彩云 我叫谢彩云 这里是南投中鸟的龙凤瀑布 七月份才完工开放的天空步道 比照美国大峡谷的模式 透明的U字形步道 可俯视50公尺深的山谷 假日星2000人造访 平日也有1500人 但是接驳车只有三台 5号的时候疑似因为工作人员 少发号码牌 引发排队纠纷 客人他就认为说 他怎么拿一个号码牌 三部车的人都一起上去 事实上是 他是有三台一起来的 应该给三个号码牌 新景点人气夯 天空步道引发口角冲突 客人口气差骂人 工作人员也受不了反击 现场乱成一团 周良相公所表示会检讨管理分流 否则民众出门游玩 却因为排队问题 排出一肚子气 记者林军苏尤雅 南投报道